早晨,大家好,今天7月18日,星期易得道,早晨财经 我是你们的主持杜森,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免责声明先,本节目提及的内容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 不作为任何买卖建议,投资推介,仅作参考,风险自负 又到一个礼拜了,讲讲今个礼拜 美股本周焦点,蓝筹业绩和欧洲央行的意识 市场经历了联储局可能加息一厘的忧虑和舒缓 美股上周反复偏远,市场与其本周首要的目标和焦点就是蓝筹业绩 其次也是欧洲央行的议息决定 回顾上周,我们看到美国股市经历波动一周 上周三,通胀数据出了之后,联储局加息一厘的可能性 升至82%,但周五可能性又回落至20%,是不是很搞笑呢? 短短几天,一时就可能会加一厘,然后到周五又说可能回落至20% 所以展望今周首要的焦点是大型企业的第二季的业绩 周一打投赚有美银,高成,周二公布的业绩有强生 有Lowatis和Levice,还有洛杰马丁 周三亦都有亚培药厂,Tesla和联合航空 周四有美国电话电报,即是AT&T,另外联合太平洋 这个,另外就是这个,都这几家,周五就有这个 美国运通,Twitter和这个,C伦杯借,都有很多不同的业绩公布 那会议帮数据都可能影响很大事的,尤其是蓝筹 业绩公布的时间,对未来业务的看法,一旦有负面的话 可能对股价都有冲击的,市场已经向下修订了蓝筹的业绩 所以,看看到时如果不是太差,可能都会有点反弹 但是如果差过那个预期的话,那就麻烦了 第二个焦点就是这个央行,周四的议息会议 这个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会公布十年以来首次加息 幅度是0.25厘的,另外就是欧罗区 这个周二公布消费物价指数,相信对欧央行的决定有一个指示作用 第三个焦点就是周三公布英国消费物价指数 而周二一亦都有这个就业数据,英国英联银行预期保持加息的部分 就不会变的,第四个焦点就是油价走势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上周访问沙特阿拉伯 涉及人权的争拗,市场断测,国际油价将会受到这个事件因素影响 第五个焦点就是美国经济数据 周一公布的美国建筑商信心指数 周二是新的动工率 周三就是二手房屋的销售指数方面 拜登结束了这个中东访问的啦 那,谈不谈数啊? 这个无疾而忠,似乎有点 美咒石油增产达到共识的 上任后首次的中东之行 拜登此次寻求主要铲油国沙特阿拉伯的增产 抵消这个因为制裁俄罗斯石油而导致的供应短缺 但是沙特阿拉伯这个王柱 这个无可不得啦 就是那两个名字 就说沙特阿拉伯的产能暂时无法 超过每日的1300万档 双方在这个增产方面 未有达成任何协议 白工官员认为 今次外交努力将对油组和盟友 OPEC的下次会议带来影响 拜登也说期待未来数个月 发生的事情 对于这个 拜登在访问期间 曾经向这个 王柱 和华盛顿邮报记者 这个 卡舒吉的被杀案 沙特外交大臣 表示 这个王柱是否认涉事的 并指出美国也都曾经犯错 又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别国为例 批评美国加强不同价值官 只会达来反效果 大家记得那件事吗 那件事呢 就是 有个记者 整天都是写王柱 不时 然后呢 这个王柱 派了 派了友仔 就将人暗杀了 和分屍 找回那件事 那件事 那当然是 拿回来提 那就没办法了 那 触动了王柱的神经 所以就谈不定 那 那 还要当 沙特尔克的传说 那 无功而患 那还要串到这个华虎呢 就说 把石油当武器 那 那 拜登呢 就 后来就嘗試打完原场 那 那 但是就 讨不定 所以 那拜登也麻烦一点点 因为呢 也都比较难 那大家没办法了 这个沙特尔克也有些姿态 现在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所以这一次似乎都谈不到什么结果 说说耶伦,耶伦就说这个华府自力推动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他就说较早时候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万欣就反对包括提高企业的税率在内的社环保这个法案,令到事人忧虑美国总统拜登就会倡议全球企业最低税率15%的建议难以落实 那耶伦在出席这个G20财政会议的期间就回应就说呢,华府政务积极这个寻求方法推动这个各个落实的有关建议 那似乎这个拜登都重重的关卡似乎很多,过完一关,不是过不了第一关,现在又有另一个制爪和问题出现的 这个寻求可以推动这个全球最低税率的行动,但是呢,又是难以落实的机会又很大,所以这个拜登呢,都都头头疯就黑了 那这个目的呢,就说这个美国可能自我实现这个衰退预测,那目的的分析首席经济师,这个赞迪呢,就表示 越来越多人相信美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令到自我实现的情况很可能会出现,但是他们仍未能够改变本身的看法呢,那就是美国可能就 可以避免进入衰退,那目的就较早时呢,就调低美国金明两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制GDP的预测,最新分别是1%至2% 原先是2%至2.5%的,那可以就,接受阿虎的那个财经访问,就说,仍然不会改变美国经济可避免衰退的看法,但是最近发现衰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是升温, 因为从未见到接受人士普遍相信衰退出现,那他们的解释就说,如果美国消费者相信衰退将会出现而减少少,就会出现自我实现的现象,就是各个 说到最后就是原本不是都想到它是,所以有时就没办法了, 已经可能就不断地在不同的媒体或者不同的分析数据, 整天都天天在恐吓恐吓衰退衰退,所以自可实现有机会出现, 这就是他们的首席经济师赚敌的看法来的。 联储局7月底加息大户利率期货市场压住10,000亿元, 加息年7-5厘,美国通胀再创40年新高达到9.1%, 部份市场人士童竟联储局会加息1厘, 不过有大户在美国周五公布6月的零售数据之后, 在利率期货市场就开仓大手, 压住联储局本月是加息0.75厘, 该名大户在美国周五早上8点47分, 合共新增3万份10月到期的利率期货合约, 以每个期货合约500万美元计算, 等值是1500亿美元, 哇,1.18万亿元, 哇,这么厉害, 如果最终联储局本月加息0.75厘, 这个大户就可以获利, 而该批新增的利率期货合约, 是占当月的所未平仓合约12.8%, 该批的10月31日到期合约, 是覆盖了7月和9月的联储局议息会议, 利率互换的定价就是联储局加息0.8厘, 也会是9月累计加息1.5厘, 哇, 赌得这么大呢? 这人是不是联储局的高官来的? 如果不是, 哪有这么够僵呢? 会知道联储局究竟是加0.75厘, 还是1厘呢? 之前有网友问我, 叫我估的, 我怎么估的呢? 不会估得到的嘛, 大哥, 我不是insider, 我也不是内线人士, 很难估计, 所以我说, 断估这个, 究竟加多少息的, 不如到时临场, 看看那个大市怎么走势, 因为呢, 我们很多时呢, 经常呢, 很多网友都会很想估高位啦, 低位啦, 估一些事件啦, 那譬如这些, 究竟将会加多少厘呢? 那其实呢, 估是没什么意思的, 那就算我说, 0.75厘, 或者是1厘, 到最后呢, 其实都是50-50厘, 甚至可能, 也都未必会出到这个结果,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很难去估预算未来的, 预算未来呢, 是一件都比较难一点的事, 那当然, 喂,那不是喔, 你每天都在估计, 都是在估计点位啦, 但是我们估计的事, 你见我拉到呢, 就比较短一点, 因为看了走势怎么出的时候呢, 跟着去预算, 不同的部署, 可能呢, 只不过是哪一边啦, 举例, 下跌的机会会大一点, 那我们就, 部署一个这样的方案, 那我们都计算了一条数呢, 究竟输, 有赢输的比率, 可能是1比2, 1比3, 什么意思是1比2, 1比3呢? 那就是说, 如果你买下去的时候, 可能呢, 赚就赚, 有机会呢, 200点, 或者150点, 输的话呢, 那个cut loss位就是, 可能是一半的, 50%的, 那或者, 是三分一的, 那机会你不是会做的时候, 长远的时间, 你去场玩的时候, 就会, 有机会呢, 赢多输少, 那其实就是好像, 我昨天游泳一样啦, 那昨天游泳, 那我就和我儿子啦, 那你去到泳池的时候, 那我拿两只手去, 那整个泳池有很多水的, 那但是你很多水的时候, 你不会, 拿双手可以不得了, 那唯有就是, 那你两只手去, 合起的时候, 你去捞水的时候, 你可以捞到多少, 那我当你有水桶啦, 那你用两只手去捞的时候, 那是辛苦一些的啦, 那但是起码呢, 你每一转的时候, 捞到你自己, 那无论那个, 你想在这个波幅里面, 吃到你的一百点, 二百点, 甚至三百点, 那你有一个这样的, 叫做, 把性在那里, 那有些人可能中场线, 他比较有把性的, 那可能呢, 可以接受多一点的, 一个高高低低的, 刹上刹落的, 那可能呢, 吃到一个大波幅, 可能一千几两千点的, 那有的, 那我们也都很多, 见过很多网友啊, 或者有很多高手呢, 是做到这些东西的, 那大小弟, 那可能就回到自己的性格啦, 那小弟可能呢, 就真的, 趁波幅要弹起, 或者这个, 那个上上落落的时候, 差不多埋班的时候呢, 那才去做的时候呢, 那就做一个短线的即时, 那就比较適合我性格, 那所以, 那也都这样去做的时候呢, 利用这样的, 叫做多一点, 那些手的话呢, 那可以捞到的点数, 就会容易一点点去去计算, 那能够计算到的性格高一点, 那也都可以赢多输少呢, 那以至呢, 就可以制造毛利, 那所以呢, 就比较难, 那坊间就可能呢, 就可能呢, 就喜欢这些很多不同的财演, 或者高手, 那当然呢, 就算几多的高手呢, 都会有登的时候, 可能今次猜中, 或者下一次猜错的, 那所以呢, 就要能够去, 如果我们不断去修正, 那个想法啦, 就正如, 也都很早前, 那在这半年里面, 那跟大家网友也都共聚啦, 那有很多次, 也都, 有鼓得很漂亮的地方, 鼓得很重的位置, 那也都有, 登得很重要的位置, 那大家都应该, 看过也都不同的那个想法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很多时呢, 那我们在即市炒的时候呢, 可能再修正回, 不断不修正, 不断再修正, 那也都, 有时候呢, 可能呢, 大方向如果是升的时候呢, 那我们尽量, 其实呢, 也都会是, 摸顶下去沽多的, 那其实做反弹呢, 那应该倒转, 如果大市是升的话呢, 应该买跌的机会少些的, 那方向不低, 买上会多些, 那所以, 我们就算了一个大方向, 究竟是升跌先, 那当然呢, 如果做反弹的时候呢, 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啦, 那但是, 不代表不做, 那当然有一方面的, 一些不同的高手呢, 就直接是反弹不做的, 那这方面就, 那些就是, 那些就是, 高手之中的高手, 就吃一个大边呢, 可能一年, 吃一两寸呢, 那我又会识到高手的, 那其实呢, 黄金这一寸呢, 是由1850几啊, 1600啊, 更加高一点的位置, 去沽空脾倉呢, 到今天仍然都是没吃过的, 那所以呢, 这个就, 所以各人的炒法不同了, 那但是呢, 那现在, 譬如, 要能够估到, 未来的走势呢, 那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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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些呢, 那那那些呢, 那那那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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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那些呢, 华南已经出售了黄金的储备那么多了 其实接受《歌言电视日台》访问 华南的央刊副行长说出售黄金是为了扬入口商 可以购买必需的物资,运发在国家打仗 最重要的,有东西都要出售 所以这个令到华南金价一直跌下来 可能有些影响的 虽然$900多亿,港元并不是对于黄金很大的剩余部分 但是这个变成了一个供应增加了 另一单料,Twitter获得华尔街看好 券商升平级市买日,高务必价是$52美元 Twitter日本法院要求EOMASTER完成交易 希望可以在60天进行审讯 同时也呼吁股东投下赚成票 不过EOMASTER那边就是踢契 完全说这些帳户是假的 完全是货不对版的 目前事件仍然进行中 但是华尔街就看好Twitter的前景 长期分析师很多表示 Twitter平级由中性至买入 同时目标价是由$33美元升到$52美元 也很厉害 指出说经过Twitter对EOMASTER的数据最新披露 才推翻之前对Twitter的忧虑 指出较早前拥有实质的风险 主要是基于EOMASTER的看法 以及社交媒体的日军活跃度的历史 亦都就Twitter的机械人的计算法保留 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看好了 但是究竟肯定扭了 官机构在星期三发表推文 预料Twitter的股价会上升 而不是下跌 官机构说他们持有Twitter流通 不足5%的股份 主要是押着EOMASTER 最后都要全购这个Twitter 那究竟我们Twitter是否这么乐观 可以去到$52美元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 好久之前我也提过 有一家全球最大的网上 叫做买衣服的 其实是内地公司 叫SHEIN 有人读书烟 这是大陆品牌来的 这个人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他很厉害的 能够发展这个最大的下载量 曾经高过亚马逊的 现在的销量已经过了 这几间大型的连锁店了 包括H&M和Sawa 那这个彭博引述 这个SHEIN 2021年的瀟灑已经达到$160亿美元 较2020年的$100亿美元大增 那也都公司估值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 那这家目标企业呢 主要来说呢 它洗脱了很多不减的坏形象 希望也都 那未来就想着部署 这个在美国上市 所以这个快速时尚产业呢 那么低廉价钱 那么多款式呢 那么分钟整个万款 那么新款 所以呢也都很受欢迎 那么西人 西家银行呢 2019年报告啊 就一年生产500亿件这个服装 到了2019年 更加翻一翻 所以都非常之厉害 那不至于SHEIN 这个快时尚品牌 例如Sawa H&M 避受压力的部分公司 那么其实呢 现在都改变形象 为什么呢 那些人觉得呢 因为这种粗食时装呢 搞到呢 就浪费很多的废物 所以呢 就这个呢 都是 比较现在要洗脱的形象 更加这个环保衣服 那么所以就 就不断 现在呢 因为卡住在这里呢 很多 基于那些环保问题呢 很多人呢 就整天都会攻击 那所以呢 他们要洗脱的形象 才可以IPO上市呢 那现在就在做着 这些公关的过程了 那么 所以怎么可以 陷入这个 和这个抄杂 那么的经常性呢 当然呢 要出这么多款 当然要抄的 是不是呢 但是呢 都要很多的数众呢 所以呢 亦都在卡住这些 所以呢 这些IPO呢 就迟迟到 仍未上市的 那么这个 叫ESG的问题哦 那这个刚才所讲的 就是 有关这个 这个 企业管治呢 那些环保问题呢 和这个 怎样能够可以 洗脱这个抄杂 那么现在来近呢 就积极部署这个 这个上市的了 那么希望呢 大家会不会 创建到一个 比H&M更加 和这个Sawa 更加大几倍的 一个 一个 上市的市值 那所以 未来 生目以待啊 那他最后就讲了 讲一下 后市了 那PPI呢 其实呢 通胀呢 真的好 非常高 11.3% 6月份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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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大家留意 其实呢 科学股呢 所以 升了 那 那 那 或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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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Google,Everpad,Amazon,Microsoft,Tesla,Meta,Facebook 全部对于200天平均性都很远距离,日图来说呢 其实是靠苹果顶着,所以这个纳斯塔指数呢 加上这个债息呢,有点回落,所以令到这个纳斯就比较强些 科技NQ就是这个纳斯方面呢,因为这个十年期的债息 这个是短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纳斯塔指数呢 接下来的当然会反弹的,可能这个纳斯塔指数呢 看看12880这些位置,但如果去到这些位置都顶尽了,可以这么说 未来来来说呢,其实就到位的,这个美股呢 可能都还有几百点的升上去的,但是呢 留意呢,随时可能会反向,随时可能会反向 大家,和这个S&P方面呢,这个标普,你预计 现在去到三百六五,应该就,那去下一关呢 四千至四千二十也是一个很大的关口来的 如果过不了的话呢,大家随时留意呢,就会有一个反向的 美元,和留意呢,就是美元,那个态很强的了 那去到这个,上个礼拜去到109.3度呢,因为103.96和103.82呢 都几次的顶位呢,是冲破了,跟着就冲了上来 现在109.3呢,如果美元呢,再冲上去的话呢 那牵起身一轮那个,那个跌幅的,就是包括各样产品的跌幅呢 这个股票呢,指数呢,等等呢,大家要小心一点 那就是,有个,啊,其实看到的,啊, market path 那如果那个,叫做,啊,涨跌趋势线呢 那美股方面呢,那不断都是创新低的 那其实这个是预表的呢,那个指数呢 那那未来呢,是有机会呢,是再有低位出现的 那而10年期的息口的,那其实 那这段时间呢,就,啊,好像在做这个头肩顶那样 那但是呢,其实呢,有时呢,未走到最终呢,都未知是不是的 那那当然,头肩顶做了下去,那债息回落,那对市会好啊 那但是呢,如果不是头肩顶,会再有创新高呢 大家就,就留意,如果来着呢,和这个恐慌指数呢,VIX呢 都是啦,那,那来着好像坐,啊,坐了下去,就跌一跌的时候呢 如果来着,这个恐慌指数又飙上去,加上这个债息又,啊,原来不是做头肩顶 而是坐回来,啊,再做一个新高的话呢,呢 未来都会小心,呢,可能呢,就是下一轮的这个跌幅的开始啊 那所以大家要小心小心留意 那昨天也有说了,这个美股又升了六百几点 但是港股呢,那留意就,啊,不是每次都可以跟到美股 因为最重要是跟美期的啊 那通常呢,计过很多次呢,都是美股升呢,就港股会跌的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啦,今天如果开市位,但不到上去的时候呢 那可能呢,先开始都会跌百几点开始 那当然,除了回,可能还有个高位 那大家要留意,会不会取得上去,除了多,港股方面呢 可能取得多一百几十点呢,跟着就回头了 那如果除了都取不到,一开市的时候呢,已经跌了,那可能先跌百几点先的 那未来走势呢,就看一看,那开始会到时再划给大家知道一些位的 那对于美股方面呢,那暂时就这么多了 那道指其实呢,就再上水位就不多了 那都是上了几百点而已 那所以大家留意,多加留意呢 随时,如果你太多几百点呢,一回头的时候,就回头 那么苹果现在也都可以这么说,就有机会呢,一五四,一五五做了顶的 因为看着苹果,如果苹果是反弹不了的话呢,托不到的事呢 那随时掉头呢,也都是由这个,这个,这个,成也,成也,苹果就败了苹果 那所以大家也都留意了,这个一个,是一个反向的指标 那看着Apple啦,那所以,那大支今天分析这么多 那多谢大家收听,那记得呢,支持我们六部曲 还有呢,这个,无限的带法,subscribe的channel 星期得道,星期日报和星期新闻集团 那想看资料update就在这个,杜心炒股啦 谢谢,拜拜